不幸的意外是发生在凤山区的建国路一段 那在这里呢 女骑士经过的时候 刚好路旁的菩提树 整个是被大风吹倒倒了下来 直接就砸中她的机车跟人 那么可以看到呢 整个机车呢都已经是被砸烂了 整个龙头甚至是已经扭曲变形 可以知道是撞击力量是非常的大 而这名女骑士被送医之后呢 经过一个小时抢救 但很不幸的还是伤重不治 只是菩提树怎么会突然倒了下来 其实最近这里刚进行过人行道的铺面整修工程 整个菩提树的树根有没有因此呢 是被截断的情况 这部分可能必须来深入调查 如果涉及菩提树的树根有被破坏 而导致这一起意外的话 那很可能就可以酿成有国赔申请的情形 不过目前为止呢 还有带相关单位来调查这起事故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画面 小货车的翻覆就倒在台614上 紧消失货报之后赶快赶到现场将司机给救出来 还好没有大碍 这一起意外呢 疑似是因为凯米台风强大的风势于是造成的 案发就在上午10点多 当时40岁的秋信驾驶 他是开车行经五谷的台614线 12.4公里的地方 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不慎侧翻 驾驶他没有酒驾 他说疑似是因为当时空车 车上没有载欲货品 再加上台614上风太大了 变换车道的时候 整辆车翻覆 还好人没有大碍不需送医 不过呢 也提醒民众 接下来的风雨会越来越大 高架桥上的风势会更明显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把时间还给棚内 在大家的关系呢 是凯米台风在升级为墙台之后 在今天下午宜兰苏澳这边 可以说是风云变色 突然一夕之间呢 风雨变得非常的强劲 而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在苏澳的中山路一段 这边大家应该不陌生 也就是在火车站前 一出来的这条路上 不过大家应该看到这场景蛮陌生的 过去啊 在这条路上其实蛮热闹的 但是今天因为台风架的关系 很多的店面都已经关起来了 那所以呢只剩下超伤 所以相对就冷清许多 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苏澳这边啊 其实风雨越来越大了 好我们从这个中山市庄署的 之后来看的话 其实测到最大的阵风是几级 来到了十级的强阵风 好那就在我们刚刚连线之前呢 我就听到 我吓坏了 竟然从上头啊 直接砸落下来 一个什么 这么大根的一个木棍啊 直接是砸落下来 好那除此之外呢 包含你可以看到一旁的整个花盆 全部也被吹得东倒西歪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往前看 可以看到 现场还有什么 一整盆 它的这个花盆 也是整个是被砸碎的 好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在在整个苏澳这边啊 可以说是风雨非常的强劲 包含这个风的状况呢 刚刚提到了是十级 雨的部分 你们透过画面 就可以看到 现在雨啊 可以说是下得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提到风今天 在装箱许多预估里面啊 其实在宜兰 最大的阵风 有机会来到十四级哦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们 放假好好待在家 确保自身安全 以上是目前我们在宜兰 说要转过到的最近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马路边机车刚骑出来 才刚转弯 没过多久 一瞬间 路旁的大树突然倒了下来 压到了前面的黑色轿车的车尾 黑色车赶快往前移 这是在台北市大同路发生的 严重路数倒塌 台米台风来势汹汹 各地都传出了路数倒塌的灾情 在新北永河环河东路四段 提顶道路路数也倒下 挡住了交通 还有台北南港 人行道旁边的路数连根拔起 砸到轿车 连车顶都凹陷 镜头转到桃园 幸福国中福安宫附近 也有大树倒下来 压到黑色车子 里长和清洁人员也赶快出动 排除障碍 另外在新竹五峰路 地面非常湿滑 警方赶紧架设封锁线 把路数倒下来的区域都封起来 担心有更严重的灾害 在花莲市区和吉安湘 也有路数倒了之后 警方赶紧到场清理 担心倒下来的树会阻碍道路 再往南走到台南北区明德路 附近也有露树倒下来 民众拍下这个画面都非常惊讶 直说台风不是在东北部吗 怎么连台南风都这么大 警方也呼吁强台凯米席卷全台 各地都不能轻忽风大雨大的威力 随时注意天气情况 并做好防台准备 东西闻温宴君张永永综合报导 唐主播客观众 带您持续来关心这次凯米台风的最新情形 我们现在人就在台北的阳明山上 而这里是巴拉卡公路要往二子平台方向 您就可以看到道路上 其实就有一颗路数是直接被风雨给吹倒了 您可以看到它这颗路数 它直接是从树干地方直接断了一半 倒在路面上 导致说很多树枝落叶都是直接倒在这个路面上面 如果呢有这个汽机车要经过都必须要特别小心 或者是绕路 您就可以知道说这是台米台风的它的威力 到底有多强大了 那您也可以看到现在呢 在阳明山这边的天气状况是非常的差 风势跟雨势呢都是非常明显 然后是不断间接性的 而且呢预计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大 因为这是台米台风 其实在稍早的时候 从中度呢就转为了这个墙台 但是它现在暴风圈 它还没有再真正的完全笼罩台湾 现在雨势跟风势最明显 预计呢就是在今天晚上 已经到明天中午前 这个是最明显的阶段了 因此呢也是要提醒大家 要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 千万不要惊呼 那以上就是现场在阳明山的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再交还给棚内 直播台米台风雨势预估将影响全台 目前各地都开始出现降雨 而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统计 24号截至早上的9点50分为止 全台最高的累积雨量就落在宜兰的太平山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 在宜兰的太平山风雨是持续的加大 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降雨 并且呢有这个河流已经开始出现水位上升 那么呢根据目前最新状况 在昨天的23号周二下午2点开始 太平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区也已经预警性的休元 那么另外在宜兰大同的翠峰湖累积雨量也来到232.5毫米 台中和平山区也有超过190毫米的累积雨量 预计在凯米台风傍晚登陆之后 风雨会持续加大 那么在东北部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要慎防好雨 以上最新主播 台电员工冒着危险在风雨当中靠近电线杆急忙抢修 受到台风凯米的影响 宜兰状围乡红叶路复兴村24号早上10点40分左右 有民众反应出现了停电状况 而台电立刻在第一时间派员前往处理 台电的人员到场后发现 因为凯米的风势实在太大 电线杆最上方的铁杆遭到电线给扯断 导致整个转危地区其中有566户停电 台电派员到场过后紧急的进行更换 在11点28分左右不到一个小时之内 就已经全数复电 东新闻综合报道 早上9点半左右 刚好是风雨突然变强 临雅去中正民族路口 行人撑伞过马路 风雨大到雨伞直接开花 就知道这瞬间阵风有多强 一名富人还被强风吹到进退两难 不知道是要前进还是要后退 好不容易冒着狂风暴雨走过来的民众 也赶紧躲进其楼 现在是刚开始起风 刮风下雨 刚才站起路来很高 现在雨虽还蛮大的 蛮大的哦 对 怎么办 还是要骑车回去 还是要回去 对啊 所以先在这边等一下吗 对先等一下 那一头建商广告 就怕招牌的帆布被抢风吹落 可能发生危险 工人冒雨来拆帆布 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高雄85大楼旁边 那可以看到呢高雄现在风雨是越来越大了 相比早上晴天还出大太阳天气呢 可以说整个天气是在一个小时内直接风雨变色哦 一样在林雅区旅运中心前面 从邮轮下来的旅客拖着行李淋雨冲上游览车 这段路也是风雨超大 每个游客都超狼狈 瞬间暴雨前阵区靠近孟时代附近 雨也像用倒的一样 不止雨风也超大 原本在户外的阳伞全被狂风吹倒倒成一片 镜头再转到高雄市左营区 靠近高铁站附近九点半开始也是大风大雨 超大的雨是阳高雄民众都感受到凯米台风真的来了 镜头再转到台南市北区明德路 枪风导致路数突然倒塌 还好没压伤人车高雄跟台南都有放台风架 看看这风雨民众没事还是别出门以测安全 东森新闻在高雄台南的采访报导